杭州的张女士买了一套公寓 1月份交付的本来是件高兴的事 打算让家里人来参观参观 但她很快发现 有一位家人过来的时候 可能会遇到点小尴尬 2017年10月份 张女士买了杭州星耀中心3号楼的一套公寓 富士结构 合同上写着建筑面积71.57平方米 总价284万元 购房时还签了一份精装修合同 装修总价22万 今年1月份房子交付 张女士发现二楼主卧的门框高度是179厘米 她觉得太矮了 我自己使用还好 但是如果家人过来的话 就没办法真的使用 家里人是身高比较高的 对 1米8级这样子 对 因为她这个高度才我哥 张女士说 家里属她哥哥个子最高 但采访当天人不在 我们的摄像大哥竟身高1米8 现场让她走过主卧门框 头顶被挡住 需要低头才能安全通过 二楼还有一扇卫生间的门和一扇次卧的门 实际测量来看 这两扇门的高度都在197厘米左右 张女士觉得 这两扇门的高度还相对正常一些 张女士楼上同户型的业主唐先生表示 她家二楼主卧的门框还要更矮一些 现场测量来看 高度大概174厘米 我身高1米78 那肯定是对现实不太方便 每天都要进来出去的都要低着头走的 张女士说买房的时候 开发商没有做71平方户型的样板间 当时他们开发商有一套就是60平方的那个样板房 那个确实我们大部分买 这边也是考到 就是说那样板房做得非常好 那我们也是信任这个开发商 信用这边 但是结果我们实际的71番 他首先是没有做样板房 没有可参考依据 最起码的1米98 跟其他的门差不多 这卫生间还有这种卧室 它都是达到1米9以上了 肯定是2米或2米1左右 是正常的一个高度 你为什么觉得2米2米1是比较正常的 因为我上完也查过 然后包括我们自己本身在住的房子 卧室包括对比这个也可以 就是正常来讲 肯定2米或2米1左右这样子 为什么偏偏只有主卧的门框 要矮一些呢 记者注意到 主卧房门和别的门有所不同 上方是一道梁 门框实际上只坐了左右两边 张女士和唐先生都表示 早在1月份交房期间 他们就提出让开发商整改 提升主卧房门的高度 如果提升不了 希望能够给予经济赔偿 但开发商一直没有明确答复 张女士和唐先生 带记者找到开发商星药地产 工作人员表示 不能接受采访 让记者留下联系方式 后来 星药地产客服部 一位沈经理做了回复 我们也在跟业主沟通 就是我们怎么样去解决这个事情 但是业主提出的诉求 我们没办法满足 那他们提出了什么诉求 这个提出什么诉求 我觉得在进化中 我们不方便跟您透露 但是我们也一直在跟业主沟通 这个门框的高度 你们去现场看过没啊 有看过 因为这个如果身高达到1米8的话 过去还是有点困难 就是因为刚刚跟你也说过 那个是房屋主体结构嘛 又不是说我专门把那个门框做成1米8的 其实我们跟业主也在沟通 就业主提出了 如果可以整改 我们也会去做积极的整改 能整改吗 这个可能我这边没办法答复你 我主要说跟业主沟通下去 沟通这个事情 1818黄金也几着报道 沈经理说又不是他们专门把门框 做成1米8以内 那么这事儿恐怕得怪 那根梁长得不是地方 沈经理说要积极整改 不知道这根梁怎么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